哈喽大家好,我是贝贝 挑战的第五天,这次挑战更加难了 主题是病毒式传播 系统给我们的是豆子流 应该说是升级版,可以不断的弹势 但我这把运气不是很好,优势累积不起来 然后僵尸每回合都有病毒式传播 给我看醉了 最后不如使命,成功输掉这一局 没办法抽不到适合的卡 再多的套路也没用 小富难为五米之船 不过后面打过去了 重点是要抽到魔法斗径 然后累积优势 但也不懂这个卡组经验就这么多了 本次对战第三期 本期对手是 我是大姐姐恶骄 这次用的是科学家 很久没用了,开局抽卡 这个小鬼不要,算了 除了变形战都不要 超能卡是蓝腰砍断 无脑坚果,真假的 我这个卡组就是玩锦囊的呀 完蛋,他手了 黑眼弯道,他的套路就是不让我们用锦囊 哇,不是吧,管我上飞船呢,跃行者 哼哼,被治的死死的 心态已经要爆炸了 早知道有运动员了 还能看会儿 出顿了,臭气熏天 加拉塔仙人掌 拨个环境吧 这系统怎么发牌的呀 道具发明家 干掉黑眼豌豆 应该干不掉我 植物养药 不安大 你是根据我的牌子发牌吗 他好帅,一套操作安排死我 再看看我 这都是些啥呀 气死我了 这些上分卡组都是打前期的 他的惩罚是 在视频里喊三声 我就是个歌姬 虽然不懂啥意思 但如果冒犯了别人 我也是无意的 我就是个歌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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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本期的第二位粉丝 名字是 原谅我太弱 这次我终于想起来把卷心菜丢出去了 感觉都不用换 充满卡式冰洞 火星捕银草 他竟然没抽到滚石 看看他怎么出 肚长僵尸冰洞塔 这把可以培养一下火星捕银草 宇宙运动明星 召唤一张运动塔 花费减二 鸡汤来咯 吉祥卧小滚 一点脑子能干啥 滚石 它的大招也只能消灭 四宫以下的植物 成长蘑菇强化一下 留着一个滚石 这一下很疼的 散烟 注意一下 第五回合 能用蝗虫群了 而他没出牌 所以他有蝗虫群 我刚好有散叶 植物获得锦囊免疫 就跟刚刚的植物养药一样 非常的致命 只不过现在难受的不是我 再来一碗鸡汤 知道他得烦死 而且他没有后手卡 应有治疗 出断了 大招精准护击 这一下就剩两地卷了 一个墓碑 以及行星护卫者 哈哈哈 我有墓碑之物 加上 豆家相互 他很绝望的 谁说这个世界 没有感动身受的 希望你能活下去 不好意思啊 没有冲顿 哈哈 没有超红的意思 这是同情的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加关注哦